不能告诉我吗 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是你说的吗 人要有秘密 我跟你说的是两回事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刚才那个老婆婆说 你小的时候 父亲会带你打猎 露营 我只是一棵小草 无父无母 从来都没有体会过 有父母的感觉 看什么 看你的表情啊 我还是第一次在你脸上看到有这样的表情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说到 我羡慕你 有什么好羡慕的 在我看来 像你这样天生地样 无牵无挂才好 大木头 你不懂 这样的感觉 真的太孤单了 还是有牵挂比较好 本座早说过 情感牵挂 只会是负累 你笑什么 笑你口是心非啊 什么意思 我刚到苍延海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岳尊的地位至高无上 任何人 以任何理由冒犯了你 都是死路一条 可是刚才 那个老婆婆 当面那样训斥你 你都没有为难他 我想 应该是老婆婆 对亲人的情感 和牵挂 打动了你 对不对 胡说 本座是看他年老将死 有些不忍罢了 不忍 不忍 是七情中的同情 和悲悯 你明明七情竞断 怎么会 是 难道是 真的发芽了 啊 上次来的时候 还是一棵枯树 没想到真的发芽了 你看 我就说吧 我可以治好你的七情树 啊 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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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答应今日陪我出局的 封建王后 不许再碰上 不准扔掉 以后有他举无常略剑 现在就去 不准扔掉 以后有他举无常略剑 此往传归来数日 竟毅亦有此盲言 难道本座的奇迹 真的在加速回复